蠻想要譴責自己的 我只要投一球沒進 我可能就不會敢再投下一球 第一次入選中華 藍隊打瓊師輩的第一次 我還有問過鼎哥 他連後面幾屆的學弟 超過兩百公分的 有誰他都知道 因為他要看誰上來之後 他要用幾層力去守他 有一次練完球 我還打電話跟他們說 你們怎麼把我生得這麼矮 我還對他們說過這樣的話 因為時間很少 所以我想要做其他事情 幫助球隊 讓自己盡可能留在場上 今年就是有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讓我去 試不一樣的出手 或者是練習的時候 有練到的一些進攻的手段 練習不會少 我覺得還是轉換到場上的時候 球該來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想法是要投籃跟去進攻 開技的時候做的還不錯 後來可能又因為命中率下滑 所以又開始客氣 一貫的會覺得說 如果我不準的話 一定還有更適合的更好的機會 對自己這個點還蠻 蠻想要譴責自己的 因為開技的時候也期許自己 也強迫自己 要去承受更多的責任 扛下這個壓力 但其實那個方式 我在多出手的情況下 命中率是好的 那我就可以去承受 大家覺得我進步 大家覺得我的命中率有提高 如果是像現在命中率下滑 但是我持續去做到攻擊的話 我可能就要承受 大家覺得 喔我的命中率不好 我覺得那是承受壓力 應該要有的樣子 而不是在我命中率下滑之後 我選擇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上半季的後面幾場比賽 我沒有確實的去做到承受壓力這件事情 有點回到以前的樣子 我覺得在一些戰術判斷決定跟去年 都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做最好的還是上半季的前面幾場比賽 打起球來是舒服的 因為我維持了一些進攻企圖心 發現會有人開始來守我的進攻 那時候其實打球的時候比較順 又開始猶豫不決的時候 就會變得似不像 我就聊我的那個心路歷程好了 前面有很多人被徵召 但是沒有去 然後也是臨時缺了 不管去有沒有打到 或者是有沒有上場 我覺得我盡可能去幫忙 然後去吸收一下 中華藍隊的運作的模式 觀察一下他們的想法 其實我知道那時候會很多人在網路上會說 為什麼要選怎麼樣的那種 會有那種聲音出現 當然就是我就是很好奇 就是我這個人其實好奇心還蠻重的 因為那時候英俊學長沒有打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注意在看亭籤 因為亭籤跟我年紀差不多大 我就想你知道 在球場上能拿出那種表現 然後又跟我同齡 像這樣子的人 他在想什麼 面對情況的時候 他會怎麼去處理 我也想要理解 理解他 我覺得他們現在能進到中華隊的選手 都是對比賽閱讀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教練覺得這個球員是會打球的 我個人其實是偏沒那麼自信的那種人 對我想要向他們那種人學習 累積的經驗我覺得也有差 看得出來他對自己也是很有自信 因為像他們那種球員 他們很有那種 之前教練都會講鬥性 如果別人給你一拳 他們絕對會是一拳給你回去的 但是其實看到很多很厲害的球員 都是這個樣子 在我們對上我們看尾翰就知道 有那種鬥性在球場上 他不會被隨便欺負的那種感覺 我很想去改變這個東西 但是我在拿捏的平衡是 我不是隨便在場上就是亂發洩 或者是有一些很骯髒的 因為我怕我一想要改變可能會過頭 所以我想要拿捏好那個平衡 我還是不會被欺負 我還是有我的自信 我還是兇得起來 但是我會在很合理的情況下展現我的那一面 我覺得其實還蠻抽象的 不管歐路球風還是所謂台式球風 美式球風 其實大家都有那些東西 我就覺得那個Flow比較舒服 我們還是有人會再單打 但就是在什麼樣的時刻去單打 去製造出一個合理的情況去單打 然後如果還沒有到那個情況 大家就是很舒服 會看到我們很多轉換邊 我們練球一直在練這些東西 場上的時候就會很自然的做出這些東西 像去年韋翰在的時候 韋翰持球比較多 但我們那時候感覺 球風上也還是歐路球風 就是我們的那個Flow還是很順 只是韋翰在持球的時候 我們會有更多進攻 會有更有創造性 我們其他人在場上 也是可以維持一定的流暢性 我覺得中信這邊教練團的特色都蠻像 做球場內的東西的時候很認真 會一直源源不絕把他們的想法丟出來 怎麼樣做 我們可以去討論 然後怎麼樣適合我們 球場外之後他們又真的很像朋友 吐爛個兩句啊 然後互相調侃一下這種 另外要特別講的是 頂哥對於比賽理解跟他 隨時隨地都在吸取現在籃球環境 有哪些人 誰是什麼樣的特性是怎麼樣的 我還有問過頂哥 然後頂哥說 他說他要知道 他連後面幾屆的學弟 超過兩百公分的有誰他都知道 我就問頂哥 頂哥你怎麼 你現在還會看決生籃球嗎 HBLUBA都會看嗎 他說當然啊 因為他要看誰上來之後 他要用幾層力去守他 幾層力去打 我就覺得哇 那是真的是很用心在 可能那已經是他的習慣了 就會去準備比賽這種事情 剛才就講到 就是對於比賽理解 從這種小細節就可以知道 頂哥為什麼在球場上 可以拿出那樣的表現 講起來像開玩笑開玩笑 但是你真的 你需要做到這樣的準備 才有辦法在球場上 知道更多事情 尾翰給我一個觀念是 你到職業這個階段 除了你自己練投籃啊 基本動作啊 體能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 你怎麼看影片 在沒有練球的時候 更去理解比賽 所以今年其實看很多影片 大家的比賽都看 可能一場比賽你也可以不只看一次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每一場比賽 那個理解就會提升 像這個禮拜要比賽 那分析師就會剪 這個禮拜要剪的比賽 別人剪出來的比賽 跟你看整場比賽 那個角度不一樣 第一次可能是看自己的表現 然後自己的決定怎麼樣 第二次可能就是看 這個情況下我喊了什麼戰術 為什麼喊這個戰術 因為我們場上有誰 我們去喊什麼戰術 我們可能這時候可以喊更好 或者是這時候根本就不用喊戰術 更細的就是看這場比賽 可能是誰比較準 或是87狀況比較好 然後他在哪個位置比較準 類似這樣子 去復盤 等下下棋再復盤的那種感覺 如果有投射到球場上 就會對這件事情開始有信心 第一次就說 我在看比賽的時候有看到這個 看那個是有效的 就會想要去一直去 但還是心底的那個問題 還是要調試快 但我覺得在那方面調試好之前 這些事情還是持續做 當我這個一改善之後 我那些東西就會 因為我為什麼說我沒有辦法給建議 就是我一直都還沒有抓住機會 球隊給我的機會 我沒有相對應的去 給出他們期許我拿出來的東西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還是有在慢慢往上 只是一直沒有達到大家的期許 但是知道自己有在慢慢往上 這一點還蠻重要的 就是不要全盤的否定自己 我有一場蠻印象深刻的比賽 去年維翰不在的時候 對到海神 那時候賽前也有一個 像這樣的採訪 我就說我每次都幻想 這種時候我上去會拿大三元 這時候會是打得很好這樣 但其實事情不可能這麼順利 那個時候我就是開始一直看海神的進攻影片 所以那場比賽我會有信心 因為我知道海神他每一個戰術 他要跑去哪裡 我就一直在那個路線上給出很多的干擾 我只得三分 好像是零分 我得零分 然後有三個抄截 但是我覺得整場比賽我的存在感很高 而且我覺得我整場比賽都在做對的事情 我覺得那就是 我在賽前的準備有做得好 拿到的效果 因為那場比賽我們也順利贏球 至少要做到那樣 像我們這種比較角色的球員 才有辦法在職業賽場上有上場空間 團隊目標當然是要連霸 但是我對自己就是把我前面講 甚至我這件事情都還沒有做好 因為我相信我把我自己設定那些個人的目標做好 對球隊一定有正向的幫助 那維翰如果再回來 那我們勢必會是一個更完整的隊伍 因為去年冠軍嘛 所以大家很容易會以我們為假想敵 去做調整跟設定 不管我們的影片還是戰術 他們應該都已經摸得很透徹 現在就是我們在現有的體系跟設定裡面 要怎麼去做變化 那就是另外一層比賽的理解 他們有偷偷跟我說 一定的 他們有偷偷跟我說 但是我看到影片的時候 其實還是蠻感動的 因為我知道自己在那段時間 就是打球以來那段時間 給他們找了很多麻煩 其實我一直都還蠻抱歉 他們這樣子支持我真的是很感恩 我知道不是每個家長都願意 讓自己的孩子做他們喜歡的事情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會覺得為什麼 我那時候會想要選擇打球 有一次練完球 我就覺得自己 大家都很高 然後他們打球都很輕鬆 我還打電話跟他們說 你怎麼把我生得這麼矮 我還對他們說過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自己那時候真的是很不懂事 以前就是他們就是支持 就只是支持 但他們現在也開始慢慢看得懂 所以他們現在也會指點我幾句 一位爸爸也是會打球 大學那時候 他覺得我已經比他強了 他沒有辦法再給我什麼建議 但他有時候還是會忍不住 真的是投籃 然後他們也會盡可能 不想要影響我比賽的性情 但是我又看得出來 他們很想關心 所以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時候怎麼會就是 想到要去花蓮 說真的我就是一直看你打球 也沒有實際放過 我覺得最直接的方式 還是跟你的爸媽去接觸 你對我可能也沒有熟悉度 這樣聊起來 可能心房可能也沒有打開 可能聊不到態度 爸爸媽媽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他一定是 超心超貝的跟我講 對 遠遠不絕 你沒有喊停 他們可能可以一直講 謝謝家豪這一次受訪 謝謝辛苦了 我蠻佩服他的堅持 因為有的時候 連我自己都做不到 我還蠻欣慰的是這一塊 因為家豪可以去鼓勵別人 不過講到他我還是會想哭 只要每一次在低潮過後 重新看到他在球場上的 那種眼神跟表情 我們就會很確定說 他並沒有被那個低潮困住 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他可能又成長一點 他又長大 我相信其實很多人都看得出來 一路能走到這邊 已經是我們很大的驕傲 包括我是職業軍人 或者是我帶的是體育班 運動代表隊 我們都知道他並不是主流的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 我們小孩子是為家好 現在在打重新特攻 一路上他就是體育班出來的孩子 是不是每一個家長都有機會這樣講 其實沒有 我們都知道其實沒有 我們最重要的地方是 他真的堅持從以前走到現在 不好走你還走 那個就是你的能力 我們都相信他相信的那些事情 而且我也覺得他一定 也在做我們期待的那些事情 我們信任也給他時間 他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的部分可能我都不會做到太多 很多球員做 但我會希望我可以持續的 定期的去追蹤你們的表現 謝謝 謝謝